欢迎来到汇丰投资会客室 我是Ray Ful Fan 和Kenny 在2020年内 无论在生活上或投资方面 我们都经历不少的转变 尤其在2、3月期间 我们都见证着美股 踏入一个最快的红市纪录 但相反 我们过去的半年 又见证着一个股市急速的反弹 美股又屡创新高 所以《时代雜誌》 还说2020年是最坏年 即是最坏年 但如果我们看股市的表现 其实它并不是很坏 2021年我们进入环球经济复苏周期 其实有几件事要密切留意 第一 现在全世界最关心的是什么 疫苗 没错 现在大家都拼命采购疫苗 而且也要留意 究竟疫苗是否真的可以廣泛应用 我们相信疫苗的应用 将会是新冠疫情大流行的转叠点 因为可以提振消费者信心 帮助重启经济是很有用的 除此以外 其实今年股市的反弹 都是全靠环球的央行 出这些宽松的货币政策 即所谓放水 以及各个政府协调出财政政策 去支持这个经济体系 对 除了这个所谓大水竞观 也是这样说之外 其实今年有一个主题 每个人都说的是什么呢 新旧经济版块 所以2021年 新旧经济版块的轮动 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所以2021年 我也有个八字真言 就是商管齐下 买旧流生 也很感谢两位的分享 我们也是时候要总括一下 2021年汇丰对投资市场的看法 展望2021年 我们对于 环球经济同步复苏的展望 相对乐观 所以我们的投资策略 主要有三大重点 第一 就是要增持环球股票 第二 我们就看好美股和亚洲股市 因为美国和亚洲 增长前景是最理想的 而在亚洲股市里面 我们最看好是中国 南韩和新加坡 最后在版块策略方面 我们强调就是要新旧兼得 因为在新的经济复苏周期下 无论新经济和旧经济版块 其实都有很多寻补的机会 多谢两位的分享 如果想了解更多 可以进去我们的YouTube频道 了解详细的冷搬